緩島 緩島 又是緩島 這是我第二次緩島 緩島或許只是小小熱血的夢想 或許不做 不會怎麼樣 但是 可以把夢想拉近的夢中 感覺真的不一樣 大家好 今天我們要挑戰緩島249公車版 那我們現在在台北車站 現在時間是 6點05分 那我們預計9點出發 你好我要買到高雄的 9點鐘的 不曉得你們有沒有聽過公車環島 我是沒聽過 但是我玩過 所以我來了 如果你沒有來環島 你可能看不到農作物點燈 也看不到摩天輪蝙蝠燈 更聽不到溫馨司機的魔鬼笑聲 我幫你 會冷喔 你好我還剛到金輪 我們現在在高雄站 我們等3點的去金輪 就算是挑戰249 我也不忘清潔我的牙齒 要更精緻一點的 公司招待 7-11或全家 免費招待你上廁所 然後那個 要到金輪的 金輪有兩個點 一個是在它本站 一個是要再上去 看它的景點 看它的日出 那現在看日出不是時候 真正看日出是 從今年的6月 一直到9月 這段期間是比較好 9月以後 它的看日出都在5點40以後了 所以可能就會比較慢一點 不過那條線那個地方是最美的 我到時候會帶各位去 如果車上 車上如果冷氣冷的話 可以跟我講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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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公車有很多好處 不怕刮風 下雨 有地方可以睡 就好像移動式蝸牛 這個時間點也是我最想睡 又不敢睡的時刻 就怕錯過美好的風景 我等一下帶你去觀景台 你要不要稍等一下 好啊 那你就先坐一下 坐一下 就在上面而已 謝謝 不會不會 下次還關心我們會不會穿太少 台灣角落 處處有溫暖 謝謝司機大哥 大家早安 現在是6點05分 那現在在金輪 剛剛司機大哥送我們到觀景台 真的要給司機大哥一個讚 現在我們在台東轉運站 那我們現在要去三仙台 先來找個東西吃好了 現在我們在三仙台 現在是11點30分 那這邊也是好山好水 好三仙台 帶回家 從三仙台走過來這邊有一個涼亭 要去花蓮火車站要從這邊搭 現在在花蓮火車站 現在是3點50分 我們要大家4點的 回南港 轉運站 每次環島看到的景色都不一樣 上次環島看到的風景是這樣 這次看到的是 要來公車環島的朋友 可以戴上耳塞跟眼罩 耳塞防止公車上的吵雜聲 跟有人打呼嚕 眼罩可以讓你安心的小睡一會 如果手機沒電了 有充電座 記得帶上USB充電線 現在我們在南港轉運站 我們現在只要搭最後一次的公車 到台北轉運站 就算任務完成 那剛剛搭的花蓮到南港 那一班公車非常的乾淨 非常的舒適 非常的新 一班公車 8點18分 一日環島249公車版 挑戰成功 回家睡覺